我叫Rebecca 是一個Celibate的小組組長 以前的我主要都是以做事為優先 但是看了《標關人生》這本書之後 她說到Being比Doing更加重要 令我重新體重我和人和上帝之間的關係 於是Celibate成立之後 我就做組長開組 可能很多人覺得組長要負很多責任 擔當Counselor甚至小牧者的角色 但我就覺得自己在小組的定位 是成為組員的寧情同行者 在同行的歷程中通過彼此對話、討告 讓對方日漸成為神要對方成為的人 活出人生的照命 在香港這個忙、快、亂的大都會中 我們很容易迷失自我 小組是一個安全的支持網 讓大家真誠的分享 當我看到組員面對失業、患病、關係糾結 種種苦難當中的時候 耶穌的釘行提醒我要學習忍耐 曾經有組員幻想癌症 我們和他勇敢探討死亡 一起討論籌辦喪禮的事 面對生命最核心的問題 組員的支持和鼓勵 往往都是最觸動人心 作為組長、學習與組員同行 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寶貴的經驗 我相信上帝對每一個人都有他的安排 也讓我更加保持開放的態度 接納不同的組員 做出錯了 這個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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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